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和2016版相比呢 新版膳食指南的核心建议 由6条增加到了8条 比如说像第一条就新增了食物要合理搭配 第三条呢新增了多吃全股食物 第七条新增会烹会选会砍标签 第八条呢提出了公块分餐 这些核心建议呢 多数都是和营养均衡有关的 那么五国居民目前的营养状况如何呢 有哪些需要改进呢 下面呢咱们一会去了解一下 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可由于精米精面高脂高糖食物摄入较多 营养不均衡的问题日趋严重 导致很多人出现了隐性饥饿 究竟什么是隐性饥饿呢 主要指的是我们每天卫生素矿物质 这些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 而引发的一种饥饿 那么它主要的原因 就是由于我们膳食之中 像一些颧骨类 杂豆 鼠类 或者是蔬菜 水果摄入不足 因此新版膳食指南之中 就要求我们的主食之中 需要有一半以上的是 颧骨 杂豆和鼠类 但是真正能够达标的 仅仅还不足20% 在主食方面 新版膳食指南 首次在核心建议中增加了 多吃全骨物食物 并将骨类和鼠类进行了细分 建议每天摄入鼠类50到100克 全骨物和杂豆类要达到50到150克 在蔬菜水果方面 建议每天摄入蔬菜300到500克 水果200到350克 这点与旧版指南相同 但新版指南强调 顿顿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在蛋白质摄入方面 新版指南对动物性食物推荐量 每天120到200克不变 但建议蛋类和白肉优先 强调水产品每周需要吃两次 或总量达到300到500克 像一些水产品中 尤其像鱼啊 其中的Omega-3系的脂肪酸含量 特别丰富 所以有助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发育 提高记忆力 延缓 衰老 我国居民水产品的收入量 仅仅能用三分之一的人 才能满足推荐摄入量 而对于儿童来说 打标的数量就会更低 新版指南首次在核心建议中 增加了公块分餐 公块分餐不仅可以有效预防疾病传播 而且利用分餐盘可以控制食物总量 保证食物摄入的多样化 每一类食物大概应该吃多少 分餐也能够特别明晰 比如以这样的一个餐盘为例 主食就应该吃到四分之一 蔬菜和水果的量加在一起 是要达到一半 蛋白质的量是在这个格 如果没有这种提示的话 我们大概按照这样的原则吃就可以了 就是把一个盘子一分为二 一半是蔬菜水果 这一部分或者我们只吃蔬菜 另外这一半就是再把它 一分为二 然后有一份是主食 有一份是蛋白质食物 这就是我们说的211饮食原则 记者洪亮李京亮报道